我呢 找个老婆 就像那个 西游记取经一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华尔哥 现在我的心情啊 真的是非常激动 同时呢 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因为明天就回荷兰老家了 呃 可以看到爸妈妈妈了 心里面还还是蛮开心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不知怎么去面对我的爸妈妈 因为当初 出来的时候 他们对我说 要出去要找个老婆 如果找不到的话 就不要回来了 我也知道他们是气话 但是现在呢 两手空空 也没找到女朋友 所以说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老人家 我也知道爸妈也都是为了我好啊 毕竟我现在年纪也大了啊 现在也没逃老婆 嗯 他们也是为我着急哈 怕我万一打光棍儿的话 等我老的时候 没有人照顾我 嗯 其实他们老一辈人的思想哈 嗯 我也能理解啊 真的是 我也很感谢爸妈妈一直关心我 但是呢 爸妈妈你们也要放心啊 你们相信我 我这一生不可能打光棍儿的啊 我一定会找老婆的 这边 我在这边啊 讲一讲 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啊 还是爸妈妈给我一个时间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搞不明白 也可能是我不争气吧哈 你说别人哈 找个老婆哈 所以不好听电话 就像菜子上买菜一样 这么简单啊 很容易找老婆了 啊 不是说我快的夸张哈 真的是他们真的很容易找老婆了 我呢 找个老婆就像那个 呃 西游记取经一样 9981呢啊 才能取得真经 我是我这个比喻的比喻我哈 其实真的一点不夸张哈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我 我从16岁啊 开始相亲到现在 现在有4多岁了 到现在两手空空啊 还没逃老婆 你说 这个9981呢 对我形容我 夸不夸张家人们 哈哈哈 有时候我在想啊 陪我一生那个人到底是谁 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也不知道 真的是这样 我有时候在想 我在想啊 必然 我有时候闭上眼睛我在想 呃 我的另一半 什么时候会出现 等我老的时候陪我那个人 长的什么样子 是哪一位 我有时候我在 我在想啊 有时候还会想 难道我的一生 这会变成光棍吗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 我有时候很多 我都在问自己哈 到底这一生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有时候我认识自己在想 前代实验哈 认识认识了一个网友哈 我们相处也是很融窍的 呃 因为中种原因吧哈 嗯 因为我们毕竟是个成年人啊 嗯 结婚啊 不光是两个人 还要考虑一个家庭 还要考虑有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要考虑到 所以说呢 现在也只能先做个朋友 今天我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啊 给他说了 我说明天要走了 我今天本来想去找他 给他说 我说明天要走 但是我怕 呃 见面的话比较尴尬 也不知道讲什么 所以说今天给他通了一个话啊 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明天要走了 他说要送我之类的 呃 但是我说明天 呃 我和我弟 老弟妹 我们就开车就走了啊 因为他要上班啊 所以现在也不想迎上他上班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先这样了啊 你也不算吗哈 做不了夫妻可以做朋友吗 是不是 嗯 交了一个好朋友 也是 呃 也是很荣幸的啊 今天这个脑袋里面有点乱乱乱的啊 我就不讲太多了啊 也祝大家哈 开开心情过每一天啊 祝你们 呃 生活美满 祝你们的感情事业啊 都是顺利的 嗯 好了 啊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里啊 今天啊 话也别多啊 有点乱啊 呃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哈 多过出主意 呃 对以后的感情啊 各方面啊 都出主意 呃 我们一起加油 呃 希望明天会更好